那中國人是...是拉扯 那...那...不對!不對! 你以前不是中國人,你幹嘛說這樣?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網路上有一位男性的陸佩 鍾佩發文嗆台灣 說什麼呢?我們整天拿護照來說是 先帶大家來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我們再來看他發了什麼文章 那這個鍾佩叫做李家寶 他在19年之前就來台灣讀書過一次 那在19年的2月到台灣第二次讀書 那3月突然他就開直播 痛嗆當今聖上 他做了這個表態之後呢 我們大家就知道他回不去了 而他也說了他在台灣當時的簽證 將在7月到期 到時如果沒有取得他國的政治庇護 或是家常簽證的話 他就會被遣返回中共國 所以他希望台灣能收留他 因為畢竟他已經直播全世界都看得到了 那這個時候台灣如果依照法律規定 在這個風口浪尖上把他送回去 想必會非常的難看 那個時候就破例讓他暫時以政治庇護 升起了兩次延後簽證 直到2020年的2月份 我們沒有在新的法源依據 給他第三次延後簽證 所以李家寶那個時候成了黑戶 成了非法滯留 但是台灣政府也是正一隻眼 沒有把你簽犯回中國 而在2020年的7月份 李家寶也宣布 要跟台灣的女朋友結婚 那我也去他的臉書看了 他在今年1月有發他的婚紗照 也不知道到底有結還是沒結 那為了尊重他老婆 我這裡也不放出來了 好那說完這些前提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發文痛罵台灣 而我覺得沒有道理的點陣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篇文章 由於他的文法 我覺得理解起來有點詭異 所以我把它翻成我理解的文法 跟朋友私下聊天的時候 我提到我在台灣沒有學會別的 但倒是政治方面學了不少 朋友們都點頭表示認同 並且說啊 這是一定的啊 你都在這邊待了三四年 你不變成專家那才怪呢 我一開始還以為我待了久 就可以觀察出很多很多別的 但是除了時間之外還需要充分的 領悟跟理解能力觀察力之外 並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譬如說啊 就催啊護照 多牛逼啊 哎呀我們免簽了多少 非常的厲害啊 那你再厲害 你有日本的護照厲害嗎 可問題是 你們有這個收入跟這個時間 出去玩嗎 出去裝逼 還可能比冰島護照更稀有 當然這是對普通人來說 可是對普通人而言 有什麼用呢 一個月收入扣完不到一千美金 所以護照好用的程度 跟個人實際社會水平來說 土豪大逼是成正比的 普通人應該關注什麼呢 在持有這本護照之後 是否能雙重國籍 以及在持有這本護照之後 能前往多少個國家 可以得到實際的 申請優惠 申請優待 比如說居留 或是社會福利等 這其實是非常簡單的問題啊 我實在搞不明白 為什麼普通人關注是在免簽上 而且隨著免簽多少 向這條本來就錯誤的道路上行走 喔 我終於讀完了這個文法 那他目前有沒有取得台灣護照 不知道 可能還是中國護照 中國國籍的 也不清楚 我可以確定的是我也看了他的推特 他確實是熱愛台灣的民主自由 也在推特上說自己的祖國是台灣 也發了很多反共的文章跟影片 也會去幫一些反共人士維權 那對於反共這點啊 我目前是相信他 但為什麼他在護照這個方面破防呢 還把問題在甩給 是我們台灣人裝逼吹牛呢 很簡單嘛 我們首先要有一個前提 台灣人從來沒有先自己吹自己的護照 多厲害 對 免簽多少都是小粉紅 先拿中國護照來吹牛逼 然後 跳 台灣人回歸 因為我們祖國強大 我們護照很好用 在海外 天天拍一些遇到土匪 修出中國護照能護身 對吧 這都是你們先拍的 一堆在海外的小粉紅 面對戰爭的時候 欸 吹中國護照多扭啊 中國國喜可以護身啊 對吧 對方看到了還會護送你 結果我們從近期的這兩次戰爭 都可以看出了沒批用 還拍什麼戰狼的宣傳片說我們護照跟國旗有多強 最近還有一個粉紅 在小紅樹上秀 你看我們祖國的護照啊 裡面有呼籲各國國軍啊 還有政府機關要協助咱們中國人 看到這一頁的時候 我非常的感動 祖國是我們強大的靠山 我們是基於這個前提來反駁 抱歉 我們護照比你好用 我不想再自降三級去跟你當同一個國家的人 對吧 所以我們會從各方面去證明 我們是不同的國家 我們也是不同社會價值觀成長的人 那護照只是其中證明的一環 我不清楚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以上的這些前提都是基於我們在反駁 而不是我們先去想要裝逼 先去想擺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那你現在應該要知道了 如果你知道你還是想嘴台灣人 那也只能說明你雖然知道我們在反駁 但是你潛意識裡面聽久了 聽到台灣人在反嗆久了 你還是心探會不舒服對吧 我講一個我遇到的實際例子好了 當然這不代表這是你真實的想法 我真只是猜測 我有一個中國朋友他人還在牆內 那我們是大學的時候他來當交換學生認識的 有時候無聊他還是會翻牆 我們透過這個不是中共監控的軟體聊天 我記得去年我們好像在聊什麼出國玩的 然後我就常常說我們怎麼樣 你們怎麼樣 這個我們我們你們你們講久了 結果他破防了 他就突然來一句 你幹嘛一直說什麼你們你們我們我們 我心裡都明白你不要再戳我了 但我當時完全沒有惡意啊 欸這句話也是我日常跟朋友在講 欸你們今天去哪啊 我剛剛跟我弟啊 我們剛剛才回來啊什麼 這很正常 並不是說你們你們我們我們 我們就好像不親近了 沒有兩回事 我不認為這有讓人家什麼不舒服的詞 因為這也不是髒話 也不是什麼惡意的詞彙的嗎 但如果你覺得不舒服 那我就少用 而這是基於我跟你是朋友的前提之下 我願意去妥協去避免會傷到你感情的這個詞 但不代表每個台灣人都應該做這個情分 而你更不該去譴責我們身為反擊方 反擊中共跟反擊小粉紅的那一方 這跟今天台灣被中共武力入侵的時候 你去譴責台灣人反抗不一樣嗎 你們台灣人為什麼反抗 你們反抗的時候打了這場勝戰 有什麼好值得炫耀 你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這樣啊 你不覺得很荒唐嗎 那接下來我們是基於事實反駁 確實台灣的護照沒有冰島 更沒有日本牛 但我們不會去主動學中共一樣 說你看台灣護照比你們好喔 所以你們要回歸台灣祖國喔 日本啊你們沒有最近這個熊本的台積電啊 你們就準備窮死吧 我們不會講這種話 但你們小粉會 再者你也不是日本人 你也不是冰島人 對吧你說這句話就好像 一個今天人均一萬三的人 來嗆人均三萬五的人很窮 結果被打臉的時候他反過來說 你雖然比我有錢啊 但你有隔壁那個老美人均七萬有錢嗎 你有郭台銘有錢嗎 你有馬雲有錢嗎 沒有馬雲有錢的話 你到底在跟我比什麼 你搞不清楚狀況啊 是你先來貶低我們的啊 你不要比不就都沒這回事了嗎 再來台灣人有沒有時間跟閒錢出去玩 那對於普通人來說 不好意思啊 數據告訴我們 台灣2023年的出國人數是1179萬 這是人數不是人次 也就是我去年出國兩次對吧 那照理來說這兩次應該都要算進去 但是它是算人數 我也只能算一次 台灣人口2350萬 去年出國人數將近一半的台灣人口 你說這一半的台灣人口是非普通人嗎 那台灣有錢人成功人士也太多了吧 一半的人口耶 那台灣可以超音感美了耶 去年我員工基本上每個人都出國一次 還有一個員工很誇張 比我出國還多是三次啊 今年月底他又要出國了 台灣人在日本的消費 是外國人排名的第一耶 當然肯定有人會嗆啊 這也證明說台灣很破啊 對吧你們台灣人都不想留在台灣 更不會吸引外國人來 但我們來看一下數據 去年來台灣的外國人數是648萬人 那台灣人口2350萬 而且台灣的面積又那麼小 來台灣玩的外國人佔比我們國的總人口 近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間 比今年總統大選的最高票數還多耶 這樣還少嗎 日本總人口1.25億人 去年到日本旅遊的總外國人數是2506萬 接近日本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間 日本的國土面積又是台灣的好而幾倍大 雖然台灣的一些觀光業者與一些地方政府 在觀光議題上跟永續發展上做得非常的爛 了無心意 老歌心唱 只為了賺快錢 但是對比數據上來說 還是有六百多萬的外國人願意來台灣玩 只要我們做得更好 改善這些的狀況 我們是有基本潛力在的 最後這篇文章還說什麼 普通人應該更關注的點不是免簽 而是該本護照是否在海外 有什麼福利啊 優待啊 是否能有雙重國籍之類的啊 這才是有錢人 你說的非普通人要關注的點耶 普通人關注的就是免簽啊 因為我們就只是想出去玩去看看 我們沒有這麼多這麼多的錢跟時間 去搞第二本護照 投資移民 再來台灣可以有雙國籍的 那問題是你想要的第二本護照的國家 能不能接受 你去當地工作啊 你繳稅給當地政府啊 是不是 你去走他們的管道入籍啊 去取得他們的居留啊 那再來正常民主國家的有錢人 有第二本護照以上 是為了資產轉移為了避稅 可能一些國家有更低的稅 這才是跟我們普通人無關啊 當如果你今天已經決定來台灣 而且想要拿到台灣護照 那你為什麼還要關注在 我能不能有雙重國籍 我能不能享受第三國的福利跟待遇 你心照不宣了吧 所以台灣則是一個終極戰 還是說啊 我雖然反共 但是台灣跟中共這個戰爭的風險 是越來越高了 那如果我有第三本護照的話 我就可以合理合法的逃去國外 而且我也是第三國的公民 那我可以繼續在網路上反共 繼續用嘴巴聲援台灣 台灣加油要抵抗住 我不清楚哈 這是我瞎猜的 怎麼想是用你心理清楚 但我目前仍然堅信你是反共的 那影片呢最後還是帶大家來看一下 最近有一對上海母子啊 在一個歐美人的門口亂丟垃圾 被糾正之後 這名小粉紅打電話報警 說這個外國人啊 嗆我們中國人都是垃圾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影片啊 非常的暖心哈 那中國人是垃圾 那不對不對 你也是垃圾不是中國人 你幹嘛說這樣 那中國人是垃圾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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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謊 因為我媽的人是垃圾 騙人 非常好 人在門口的垃圾 我說跟他們 我們準備帶走了 啊 什麼東西 你不要說謊 我如果我不是發現了 我不是跟你說 你不要這個樣子 你們就是要人在這裡 是不是這樣子 垃圾在這個地方是不對的 因為這樣就有老鼠 就有蟲子 是不好的 你那邊有一個垃圾 其實非常多小粉 他們確實會故意 把他們做錯的行為 上升到國族或是種族議題上 大家還記得過年前的那個 大鬧倫敦的事情吧 還有各個國家都有發生過 你其實是中國人是不是 但人就明明就沒這個意思啊 你有理都說不清了 那大家還記得嗎 以前我們都會說 搞不好以後連水都可以滷滑 沒想到2024年的今天啊 美夢成真了 中國的農夫山泉水也滷滑了 但我希望每一位抵制的小粉紅啊 都應該附上這張圖 一起去抵制 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中國在開什麼 兩會嘛 第十四屆全國人大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放什麼 唉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伯小姐的 掰